大家好,來到1月15日星期三的快活谷賽事 C加三跑道 近一兩季有時提醒大家 C難或C加三難,過往會比較利用內蕩馬 少一點洩腳情 但近年好像是外蕩馬,反而有好處 C加三難 所以今次選馬尚姑,都比較傾向外蕩馬 看看大家喜不喜歡的想法 或者臨場大家撿散 先回頭場,五班一千米 我剛才也說了,都比較傾向外蕩馬 先說這隻四號的自由王 選擇他其實不關我當時的 最主要選擇他就是歷內三次跑五班 就兩回合一個第五 上場就落五班跑泥地 就跑第五 其實最後是腳圓 對頭馬完全沒有威脅 回來捱入一個第五,都輸五個馬位 今次就放蕩恩上去 希望把蕩恩上去 早段搶到來的十一檔 就可以放出來了 谷草短直路,希望捱得到 因為上場禮地會長一點 純粹計算這隻馬是跑班 會有來的 再選擇他就是八號的幸運飛驅 八歲馬 還有一隻沒贏過的馬 上場跑近過的 輸給孤狼威風 走勢是吸引的 跑過第二名回來 但是都說過了 八歲,沒贏過的馬 正投正路三甲是穩固的 賽前也有泥澤給你 但如果搏 win 我真的不會搏 要贏的馬一早就贏了 那麼 有反彈空間的 三甲撐住 十一號的勁王子 今季炮三次谷草 都有獎金 但就是那些 經常都近而難贏 這次撿過十二檔 看看雷神如何發揮 這隻馬 阿塞都保留了好一段時間 難得讓位置出來 留下這隻低巴馬 有些作為的 但剛才說過 經常近而難贏 博獎金 都是拿獎金 看能不能自己養自己 再考慮到第四選 就是這隻三甲的萬事印 進行 撿過一檔 黎海榮之前都跑開了 其實這隻馬 看回他轉倉跑近 即是季初那一場 是黎海榮跑 輸近之後 其後也是部署減分 下到五班 就會不同了 上場就見到 放回是輸近的 今次縮回到一千 應該是最適合 現在這隻馬發揮的路程 看看黎海榮怎樣跑 頭場我就呈現一隻 五班一路都好 一路表現的四號自由王 兩隻八號幸運飛區 十一號敬王子 和三號萬事印 三號萬事印